台新营4.9亿元炸弹案调查最新进展 台北地检署在昨天依银行法炸弃银行的罪嫌 约谈外商公司的王姓负责人夫妻等四个人到案之后 王姓负责人跟一名男员工遭到生压境界 其余两个人裁定请回 这起炸弹案是检掉货报 这间外商公司涉嫌在2022年 假装声称协助越南的越南的业者购买一批木材 却以不时的单据搭配买方提出的银行信用状 向台新银行申请买断 榨取高达1500万美金 相当于台币约4.9亿元 而台新银行也回应强调 事后发觉有异状主动调查之后 已经追回款项 不影响银行的获利表现